你是不是每次要到大跳音程前 都會覺得非常的緊張 很怕破音呢? 今天就來聊聊大跳音程要怎麼練 以及如何克服 嗨大家好我是尼堅貓 歡迎來到Nickel Malford 頻道 今天呢要來聊聊大跳音程 應該要怎麼樣的練習 不過呢在開始呢 要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呢 想要先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關於基本功課程這些系列呢 他會涵蓋哪些面向 還有你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其實加上今天的這一集呢 基本功系列差不多 就是會在10集以內就結束了 因為我已經差不多涵蓋了 幾乎是所有你應該 在演奏長笛上面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我們在演奏長笛上呢 不外乎就是幾個面向 像是呢最重要的這個呼吸 那吐舌 氣息的控制 就是嘴型 口腔 音程轉換等等的這些 然後還有你身體的放鬆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我基本功課程的一個主軸 所以我可以說是幾乎都把所有的方法都告訴你們了 剩下的就是很多的這個細部的練習 那雖然呢方法都告訴你們了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人呢 他會遇到一些瓶頸 你會發現你常常在練習的時候遇到瓶頸 可能你就會一直卡在某一塊就是了 那這樣子通常是因為呢 你並不知道你遇到這個瓶頸 你細部上是哪些問題組成的 譬如說像是呢 你每次呢在吹長音的時候 然後氣息都會抖 他有時候不一定是因為你的氣息不穩定 他有時候是因為你的身體太過緊繃 那當你不知道你的瓶頸是有哪些問題所組成的時候 通常你也比較難去找到對應的解決方法 那其實呢你只需要一點的引導 還有適當的練習 你就可以突破你的瓶頸 所以如果你想要針對你的瓶頸呢 對症下藥的去解決問題的話 歡迎加入我線上教練課程 我的線上教練課程呢 可以讓你隨時的上網去看影片學習 我也會去幫你理出你的目標 還有列出你的練習清單 演奏好場底不一定要經過欠辛萬苦 你其實是可以很輕鬆的來演奏場底的 只要你用對方法 歡迎你們加入我的線上教練課程 好那我們就要進入今天的主題了 好我先來示範一段呢 充滿了大跳音沉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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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了高慎 充滿了大 так的話 充滿了大跳音沉以上 充滿了大飛 bekommt 充滿了大飛 充滿了大飛 от連上少點 充滿了大飛 充滿了大飛 北充滿了大跳音沉 充滿了大跳音沉 大跳音沉 大跳音沉 近上就是跨越 這個音域的音沉 所以它大部分會是從相對低音域到高音域 或是低音域到中音域 跨越8度以上這些算是大跳音程 演奏大跳音程最常見的問題就是很容易破音 或者是你聲音的質地反差太大 所以要怎麼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我們在演奏不同音域的音的時候 每個音它都會有不同的氣的速度 以及吹氣的位置 還記得基本功第一集有跟你們講到 在食指上去規劃四個點 然後把氣分別吹到不同的點上嗎 這四個點你都會在長笛上去使用到 這就是不同音域會有不同的吹氣的位置 像低音域你吹氣的位置就要相對的在下方 所以如果你常常覺得低音很虛的話 其實表示你吹氣的位置偏了一點點 並沒有到那個音真正的好的發聲的位置 那越高的音域呢 你這個吹氣的點呢 它就會越往上移 那剛剛提到的氣的速度呢 也在基本功的第六集裡頭也有提到 當你越要吹低音的時候 你的氣的速度就會相對來說得比較慢 越高音氣的速度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快 所以要記得我們在不同音域轉換的時候 都要去搭配到這件事情 也就是呢 越低音你吹氣的位置就要越往下 氣的速度要越慢 那越高音你吹氣的位置呢 就要往上移 那你氣的速度也相對來說會比較快 對我來說呢 場底的每一個音呢 就很像是你進去中藥行 是不是有看到它很多那個小小的抽屜 我一直都是這樣去想像的 就是每一個抽屜呢 都代表著一個音 每一個音呢 它都會有一些些微的差別 不同的氣的速度啦 不同的吹氣的位子等等的 所以我們的練習呢 就是為了去練習找到每個音它的位子 然後當你找到那個每個音最好吹的這個位子的時候 都要把那個感覺記下來 在你練習的時候 不停的去把這個感覺提取出來 重複的反覆練習 我每次的練習都是一種寫錄的行為 就是很像你把記憶卡裡頭去存取東西一樣 當你呢覆寫的越多次 它就會你就有辦法越直覺 越快速的去找到對的位子 那另外一個呢 在演奏大跳音程呢 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是我們身體的重心 身體的重心是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去感覺一下喔 當你在吹低音的時候 你身體的重心在哪裡呢 好我希望你可以實際上的來找找看 這樣你會比較清楚我在說什麼 好我們在吹低音的時候呢 我們身體的重心呢 會在丹田的位子 也就是在這個位子 我們的重心會穩穩的在這裡 好 那當我們在吹高音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面臨到什麼樣的狀況呢 好假設呢 你今天要唱一個很高的音 你會怎麼的去唱它呢 好大部分呢 唱高音呢 會破音的情形呢 都是因為 啊 你已經把你的身體的重心 放到這裡來上伏了 這是我們身體的自然的反應 當我們遇到呢 高音的時候 我們的重心呢 就會因為會覺得這個音很高 所以我們的身體重心 就會想要跟著一起上去 所以呢 當我們在吹高音的時候呢 我們反而要反向的操作 就是將我們身體的重心 穩穩的穩在丹田的位子 因為當你呢 可以讓把這個重心呢 穩穩的放在丹田的位子的時候呢 你這裡才有空間 你這個空間才會空出來 去演奏你的高音 因為當你這個重心上伏的時候 是不是你就只剩下這個位子 可以吹高音了 所以你常常會覺得 為什麼每次大跳音程 要吹到高音的時候 都特別的壓迫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且長提的高音呢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亮的音域 所以當你有沒有空間來演奏它的時候呢 聽起來就會特別的刺耳 或者是因為你身體重心的大幅度的轉變 導致你破音 好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講講 要怎麼來練習 練習方法非常的簡單 好剛剛呢 前面影片前面呢 有示範的一個片段 我們就直接拿那個片段呢 來做練習 好在這個旋律呢 一開頭的地方呢 有一個高音的都跟一個低音的咪 好我們先來看看喔 這個就是大跳音程嘛 那這個大跳音程 它跨哪些音域呢 好一個是高音域 聲鬥也就算是高音域的音了 然後還有一個低音的咪 好所以它是跨了一個高音 跟一個低音域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想想喔 剛剛有講到這個吹氣的速度 還有吹氣的位置對吧 所以在高音域的時候 我們吹氣的位置 稍微要上來一點點 那低音域呢 我們的吹氣的位置要往下移 好所以它就會像這樣 你會發現呢 我的下嘴唇呢 有一些些些微的調整對吧 如果呢 你對這個部分有點陌生呢 不知道怎麼的去變動我們吹氣的位置的話 請一定要先去看基本功第一集 你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你就會找到 你應該用哪一塊肌肉去調整你吹氣的位置 然後確切吹氣的位置 沒有辦法很準確的告訴你 因為每一把長疊的吹頭 都不一樣 角度都不同 所以你一定要 要自己去找 大方向就是我告訴你的 去改變你吹氣的位置 用你的下嘴唇 好我現在再來示範一次喔 要看著我這邊 我去怎麼樣的去動作它 你剛剛 你剛好看到我從這個點 吹到這個點 從這個點 吹到這個點 好 注意的事項呢 都在基本功第一集 所以如果你不懂 這個部分呢 你一定務必要去看完基本功第一集喔 要不然你會練錯方向 由於這個大跳音程呢 我們的下嘴唇呢 會需要一點點的變動 但是呢 就像我前面告訴你們的 如果呢 你的 就像那個身體重心 大幅度轉移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破音或失控 我們的嘴唇一樣 雖然你需要去跟動它 去變動它 但是你大幅度的變動 肯定就是會讓你破音 或是讓你吹不上去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一定要去找到最小幅度的變動 就是你要去找 這兩個這麼遠距離的音 要怎麼樣才可以讓它 就像走到隔壁而已 好所以我們要來練習喔 我們就直接 你遇到大跳音程 過不去的地方 或是破音的地方 你就直接把那兩個音 挑出來練習 所以呢 我們就假設呢 我們是一開頭的那個 Do Mi 你會破掉 或是找不到位子 那就把這兩個音 挑出來練 好一次呢 你要吹 Do Mi 然後另外一次要吹 Mi Do 這樣反覆的 Do Mi Mi Do Do Mi Mi Do 然後去找這兩個音的距離 去找到最一段的距離 好像這樣子 吹到呢你在聽這兩個音的時候 基本上都沒有任何的縫隙 雖然這首曲子它的大跳音程都是跳音喔 但是我們在練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連起來練 因為連起來吹大跳音程是最困難的 因為大跳音程呢 你這個音域的跨越的時候很容易 因為你的嘴型要動嘛 那 你氣的速度也不一樣 所以它很容易在兩個音的連結中間會出現縫隙 所以呢你把它連起來練呢 你練好了的時候 到你跳音的時候 你就絕對更沒有問題 所以你在練的時候 這個連起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練到 就是這兩個音中間沒有縫隙為止 然後要把這兩個音的這個吹氣的位子 還有氣勢速度的感覺給記住 等你不會破音了 兩個音都連結得很好 之後呢 再用跳音 再把這兩個音吹一次 記得你在這樣練的時候 要統一這兩個音的音質 這很重要喔 統一音質呢 就是不要讓這兩個音的大小聲變換太多 或者是聲音的質地聽起來不一樣 像是呢 很多人可能在吹這兩個音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你就會發現呢 這兩個音的質地不一樣 所以要避免這個情形 因為呢 這個唱點音域呢 它每個音域的特色不一樣 像高音就是很亮很容易出來 低音就是不好吹 聲音比較暗 所以當你去統一質地的時候呢 相對來說你就會注意 你應該要去做哪些調整 讓這個質地可以統一 好那我再示範一組大調音程 去字的第三個小節 的聲收跟高音的聲發 好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音域呢 好聲收低音域 聲發高音域 好所以一樣喔 就是要去變換我們吹氣的位子 好高音聲發不是那麼好吹嘛 所以如果說呢 你用剛剛我跟你講的這個方法呢 你很難把高音聲發吹好 我們現在換另外一個方法來練習 好剛剛前面有講過每個音 都像中藥櫃的那個抽屜一樣對吧 假設聲收在這裡 拉就是在它隔壁的音對吧 所以這個隔壁的音 肯定變化是最小的嘛 好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聲收跟高音的聲發呢 中間呢把它製造一堆階梯出來 就像呢你把它建立階梯 然後從這個本來聲收到聲發中間是 你要用飛的嘛 沒關係 那我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在聲收跟聲發中間建立階梯出來 所以我都說這個是階梯式的練習 好那怎麼練呢 其實就跟你練音階很像 只是呢 我們現在變成 然後到高音聲發 所以它就是像這樣 好當你呢 這樣吹成功之後呢 就把它梭 開頭這個音跟最後這個音 挑出來練 好記得高音聲發 特別幫我吹 所以你氣的速度一定要到 但是呢也不要因為你怕破音 所以突然給很急的速度 那高音聲發就一定會破掉 好我剛剛呢 在吹聲收跟高音的聲發的時候 我的嘴巴的嘴型是這樣運作的 好你應該有看到吧 就是一個是吹氣位置比較下面一個 是相對來說比較下面的位置 第一聲收的位置差不多在這裡 高音聲發的位置差不多在這裡 OK 所以這件事要特別的去注意 好其實呢 所有的這樣子大調音程 或者是甚至是你音的連接 很難連接或是容易找不到音的話 都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練習 那不要忘記我基本功課程裡面有提到的 你在吹的時候不要去往壓你的喉嚨 因為當你壓你的喉嚨的時候 你就更不容易把這些音吹出來 因為它就會增加更多音跟音之間的距離 我們在吹這些東西大調音程的時候 我們想 我們要求的就是我們能夠輕鬆快速轉換 所以不要 嗯 不要特別去找一些困難的方法 難倒自己 吹 演奏長笛沒有那麼的困難 它應該是可以很輕鬆的 找你用對方法 然後我們在吹的時候呢 直接就把聲音這樣送出去 你就會發現其實並沒有 那麼困難的去把聲音吹出來 就像我基本功呢 第七集有講到的 我們把氣呢 直接從你的鼻腔前方送出去就好了 好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希望對你們有所幫助 那對我的線上教練課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看下方連結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為我的影片按讚還有分享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給我 好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拜拜